我刚刚讲的就是编号问题怎么样自动编 那编号当然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用自定函数或者用内建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把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当然这个Ctrl向下这有一千多笔 我是建议你不用那么多 大概顶多十笔就可以了 Ctrl-Shift向右再向下 把它Delete之掉好了 留下这些就够了 不不不等一下Ctrl-10一下 你先在Ctrl键复制一个算了 你两边这个保留 这一个是我们要练习的 资料量可以不用这么多 我把那个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第一个我希望呢 它编号自动产生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呢 用之前讲过的减式与参照 这边有个叫ROR函数 有没有 ROR的话呢就根据它的列 不过列现在是2嘛 那你让ROR按确定它2 你可以把它减1嘛 减1之后的话向下填满 当然基本上它会自动产生这个编号 不过这个编号有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那个 如果它4码的话 这个时候4码就变成要补000 那前面我们有讲过啦 其实TES就可以用之前讲过的减式叫TES TES主要就是把数字换为文字 并且帮你加上格式化 你可以把这个ROR减1 下来之后插入减数 找到文字减数里面的那个TES TES这个OK 你会发现它就将指定的数值 指定的数值 将数字怎么样 转换文字 依据你的数值格式 格式的话我讲过啦 如果你要有3码就000 4码的话就4个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把刚刚的Value贴上 就是ROR减1 那TES就双引号 1234 14个0 OK 让你会发现 它会帮我把原来的数字 乘1 写补上三个0在前面 OK 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完成了填满的动作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符合我们实际上的要求 在实际上工作里面 可能还会需要串接别的 编号里面可能还会 有日期 或者是其他的讯息 产生一个编号 那部分的话你们自己再去串 比如说第一个我希望 将来希望几个需求 可以输入这个 可是输入的时候 我希望用下拉清单 需要什么 第一个先把 你的东西先变成下拉清单 也变成下拉清单 那怎么变成下拉清单 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输入下拉清单之后 自动带出编号 跟他的单价的话 这个要怎么做 输入数量自动带出小计 下拉清单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解决 那个所谓的什么呢 下拉清单的问题 怎么产生下拉清单 一 你可能需要先把那个什么呢 那个清单部分先做出来 所以你先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你许叫清单好了 那我们就产生几个清单呢 就是说用原始资料 跟单价 还有地区 这个栏位呢 你把它复制一下 这三个栏位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清单 那产生清单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立个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OK 应该有用过这个吧 可以怎么样呢 不要扩张 依照现在选取的 把它做移除 高提 好 OK 那你会先的品名就把它移除掉了 我看起来其实可以 可以 因为他们好像应该是一样的 那个有标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单价也 再来我们再把那个 地区也是做移除重复 然后呢 有标题 那我就先产生一 单先做出来 二再把B栏的部分 选取 我相信说 下拉清单品名这个B开的话 不然你选B2吧 Ctrl-Shift向下 应该是复制这个好了 从这边 B2 Ctrl-Shift向下 那意思是说呢 把B栏全部选取 当然是选B1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直接选B1 可以啦 不过 变成B1也会有那个下拉清单的符号 如果吹毛求疵的话 你就 要 就是 就是避开 那再来 如果我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第二个 特别注意 刚刚是移除重复 建立什么 建立我们的清单 刚刚漏掉 第二个你把什么呢 把这两个 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名 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来源范围的话 那请你选品名跟单价 做什么呢 这边你在公式里面 切到公式 从选取范围建立 然后名称在顶端列 所以打勾就按确定 这时候做什么呢 他会帮我衍生两个 一个叫品名 那就对应他底下的 一个这样 就对应到底下 OK 那以后可以用品名跟单价 去存取这两个范围 那一样的方法呢 我们再把地区 一样 选取的时候呢 包含那个上面的名称 从选取建立 顶端列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名称管理员里面 也会有地区 那实际上是这个范围 所以 我们可以配合那个 F3 这个按钮 去存取三个名称 那做法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 先切到 先把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资料里面的 所谓的 这边也叫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做什么呢 第一个 什么都可以输入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 储存格 也就把我现在选取的 这个范围里面 这每一格都变成清单的话 那第一个 你要跟他讲说 先帮我把清单 所以特别是要 位置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清单 记得就是什么 按F3 按键的三个名称 那因为我将来希望 这边会 当我点选他 他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品名给带过来 OK 这是建名称吗 不是 好像四个五个 那如果说你 要把那个资料带过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名称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效果 我们按确定 这边就有下拉清单了 那以后的话呢 他可以什么用下拉清单的方式 去做 那的好处就第一个 一定效率比较好 OK 第二个 防止什么 使用者乱输入 没有的东西 他就不会出现 所以你只要 你起了更新 那个什么呢 清单的话 清单你怎么更新 公式里面的管理员 有没有 其实你只要去 这个地方 你的品名 如果变更的话 你可以重新选取 然后再把勾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做 你的清单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我们可以建立个名称的话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后面这边一样 地区 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一样做 做资料 资料验证 OK 一样 把任意清单 来源的话 F3 那就地区 所以其实只要 变更品名跟地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每一个 每一个 你会发现 全部都有 第一个有没有 第一个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方便我们做输入 可是问题 有下拉筋之后 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当我选了 我希望它会自动产生 它产生 这个没做 还有呢 我输入的时候 这个会 所以会 这个就输入自动化 因为常常 有同学会 里面常常遇这种问题 你每天都要输入 但是问题 你就带出其他栏位 或者是自动带出 其他的这些 编号等等的效果 那要怎么做 做到的话 那以后其实 你方便更方便输入了 一来比较高 第二个的话 也不容易输入错误 你总不可能小计做完之后 你还要自己再下一个公式 那他妈太远了吧 最好自动带出来 所以 我再把 1 请各位 先产生的工作表 那把那个 就是原始面的 BCD的栏位 复制贴到这边 利用移除从 产生三个 我们需要的清单 那这个清单 因为要下拉清单用 所以我建了什么呢 选举它之后 一个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方例 按确定建立三个名称 所以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三个名称 那主要是下拉清单会用到的 那你将来可以用F3去存取这些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再把它建立成什么 下拉清单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下拉清单之后 如何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现在就推荐了 Bye 谢谢观看